日本10式主战坦克的综合实力到底如何 一直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 本期视频就为各位军迷 从不同角度详细分析一下这辆战车 由于小编并非专业人士 大多数资料均为公开资料 加上一些个人的分析 有出入的地方还望各位多多包涵 如果问亚洲坦克哪家强 我相信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答案 但是作为亚洲军事实力 最强的几个国家之一的日本 一定是不弱的 虽然日本的军事工业到目前还没有解禁 但大量的民用工业奠定的基础 分分钟都可以转化为军工实力 更别说那些从二战就延续至今的重工企业 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研发和生产能力 10式主战坦克是日本2001年 正式立项由防卫省技术研究本部研发 三菱重工业进行技术验证和量产的 最新一代主战坦克 研究时的项目代号为TKX 三菱重工我想重点提一下 当年的五藏号和零式战斗机 就是出自这个公司 还有日本使用的F15 F16 F2 爱国者导弹 90式主战坦克 统统出自这个公司 你别以为他们只会造造空调和汽车 上世纪随美苏冷战的结束 日本的本土防御思路也发生了变化 之前日本的主战坦克 最重要的假想敌就是当时的苏联登陆作战部队 为了有效狙击苏军机械化登陆作战 日本的坦克设计没有将重点放在了大规模的装甲集团作战 而是采用相对轻量化的设计思路 在兼顾机动性的同时 尽可能增加坦克的生存能力 火力不足始终是日本主战坦克的软肋 即便是90式装备的德国莱茵金属授权生产的120毫米44倍径滑糖炮 这种七八十年代的产品 在面对中国的125毫米滑糖炮时 仍然在火力方面略逊一筹 随着冷战后的大国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 日本内部的解禁的呼声越来越高 其军功思路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这在幽灵式主战坦克的设计上已经体现出来了 仍然相对轻量化的车身 先进的电控、火控、悬挂系统 世界一流陶瓷复合装甲 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的C4i系统 最主要还有日本制钢所研制的新型国产120毫米44倍径滑糖炮 并使用增强型装药和强化型弹芯 全车各项指标的均衡性和综合作战能力较之90式有了巨大的提高 接下来我详细介绍一下这辆战车 首先是火力方面 幽灵式坦克采用了全新的国产120毫米44倍径滑糖炮 并且采用了为其特意研发的增强型装药与炮弹弹芯 这种新式主炮与弹药的研发工作最早开始于1996年 当时的研究项目叫做未来火炮弹药研究 参与研发的企业除了日本制钢所以外 还有另外一家知名的企业大金工业 又一个造工条的公司啊 看来日本的工条公司实力不简单啊 新式火炮的特点是轻量化高糖压 采用特殊的闭锁机构与炮口支退器 炮身也采用了日本领先世界的金属熔炼技术 包括电渣重容 深管自紧 内堂镀隔等 这种新式火炮不仅可以发射特制的尾翼脱壳穿甲弹 还能和90式的炮弹通用 由于大幅提高了发射弹压 其在使用相同的炮弹时 其穿透力比90式有了大幅的提升 若发射JM33乌合金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其2000米的破甲厚度为548毫米 另外这门120毫米44倍镜火炮 可以随时改装为55倍镜 这将为火力的提升预留了一定的空间 装填系统上 10式采用的是在原来90式坦克装填系统的基础上 自行改进后的系统 由于之前没有任何自动装填技术的积累 90式的装填系统当年是采购法国的 经过120年的使用和技术积累 10式的装填系统有了大幅的提升 预计下一代或者10式后期的改进型 就能用上日本自主研发的装填系统 但令人不解的是 新的装填系统的装弹量 比之前90式的还少了4发 整车的备带量为36发 难道是为了降低重量 让车跑得更快一点吧 10式辅助武器为一挺 驻有生产的740车载同轴机枪 和一挺12.7毫米M2重机枪 防护方面 10式采用了炸牙均质装甲 装甲厚度不强 整体采用了模块化设计 比之前90式的垂直装甲设计 进行了大幅的改进 增加了倾斜面 大幅降低了正面与侧面的装甲侵入角 这使得10式侧面更像鲍2A5了 重点要说的是10式的增强装甲系统 10式在无增强装甲状态下 战斗权重为44吨 加装增强装甲后可达48吨 这种增强装甲采用了复合陶瓷 纳米技术以及石墨纤维 目前在任何公开资料中 都无法查到这种复合装甲的详细资料 可见其保密工作是如何的严密 据有限的资料来看 10式仅仅70%的装甲重量 就能达到甚至超过90式的防御能力 至于说 10式为什么不采用诸如俄罗斯特90 以及韩国K2之类的主动防御系统 应该是日本军方认为 10式将担负一定的城市作战功能 需要与步兵以及轻装甲作战单位进行协同配合 这种主动防御系统 对周边的单位具有一定的安全威胁 动力方面 10式是十分值得称赞的 该型坦克采用了一台 V型八气缸四冲程水冷式柴油引擎 由于排量油耗都属于比较敏感的信息 小编也没有查到相关资料 不过据公开资料显示 这台发动机为日本自主研发 比之前90式的10缸两冲程要小不少 并且采用了陶瓷材料 这种史无前例的发动机 为坦克提供了更加强大动力的同时 还能够降低坦克排出的黑色尾气 增加其隐蔽性 根据资料显示 10式的储油量880升 比90式少了近300升 这表明在同等作战半径下 油耗降低了接近30% 通过坦克整体各个系统的轻量化设计 10式主战坦克 减少了大约6吨的重量 这使得其在本州 四国九州等地进行机动时 不会对普通道路造成严重的损坏 并且也加大铁路 公路运输的能力 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一份报告显示 日本全国主要桥梁的数量 为17920座 10式能够顺利通过其中84%的桥梁 而如果换成M1A2之类的大家伙 仅能通过40%不到 目前10式在日本陆军自护的装备情况 大致为每年新增15到20辆 由于高昂的造价 在首批58辆交付后 每年采购数量都有所减少 15年前后该数量降低至13辆 以上就是关于10式主战坦克的一些基本情况 由于该型坦克采用了大量的先进技术 均处于较高的保密级别 大家对于该坦克的实战能力始终无法窥其全貌 但是有几个方面是可以看到的 在目前亚洲的各国主战坦克中 10式的火控系统 悬挂系统 信息系统 一定是处于领先地位 同时其神秘的陶瓷石墨纤维复合装甲 应该其防御力远高于传统的复合装甲 是否能够与凯弗拉进行抗衡 还尤为可知 而针对城市作战方面 高机动性的优势能够大幅提高其生存能力 这方面应该是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的现役主战坦克 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后续我会为大家分多期介绍 目前各国现役主战坦克 并且专门针对网友关心的坦克进行横向的对比 还望大家多多关注 最后不要忘记给一个关注 谢谢